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的重要性无需质疑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当中 中国人不可能割裂与英语的联系 但长期以来的英式化学习 让国人的英语都打上了哑巴英语 Chingly是这样的标签 当然了 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的 不过面对外国人却张不开嘴 开不了口 说不了很多话 我们背了很多句式 但是一张嘴就露窃 那么英语在中高考当中 贬值对国人的英语学习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有什么说法 按照北京市教委委员 新闻发言人李毅的说法 这次是以考试为杠杆 实际上是一次立体的变化 将从科目设置试卷结构 分值比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更注重基本应用能力 更贴近课标 也就是说 在降分的表象背后 是教学与考试方式的变革 如果在此后的中小学教程安排上 这种理想化的设想能真正落实到位 很多人换汤不换药的疑虑就可以打消了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桑锦龙认为 英语分支调整后 将有利于公众理性认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还原其语言学习的本质 随着英语听力在考试中比重的增加 将进一步推进英语改革 改变传统哑巴英语的现状 强化学生应与实际运用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苹